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是元朝初期 有个叫张环的人 横讲义气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 他看到土匪抢抢名女 就把自己身上的钱财都给了土匪 救下了那个女子 后来呢 土匪偷偷知道了这事 觉得张环是个仗义的人 很佩服他 就请张环到自己的山寨帮忙做事 结果怎么样呢 张环有没有答应他们呢 小朋友们 你们想知道吗 那好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 安安静静 听故事 张环力道 元朝的时期 在汝宁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张环的一世 他性格豪爽 为人正直善良 喜欢结交朋友 张环每次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会挺身而出 汝宁的百姓都非常地信任和敬仰他 不管谁家有了困难 都喜欢找他来帮忙 因为当时元朝刚刚成立 社会还不是很稳定 比较混乱 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偷盗或者烧杀抢夺的事情 汝宁这个地方也不例外 而且这个地方的民风也很不好 夫妻不合 子女不孝都是常有的事 有一天 张环走在回家的路上 就在快要到家的时候 看到几个土匪模样的人正抓着一个姑娘往前走 只听那个姑娘哭着哀求道 我的家里还有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需要照顾 如果你们把我抓了去 谁来管他们以后的生活呀 我爹生前欠你们的钱 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上的 求求你们把我放了吧 那些土匪哪里肯听她的话 仍旧拽着她往前走 并且边走边骂道 少废话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今天你还不上钱 就得跟我们走 没得商量 快走 快走 不然回去晚了 我们也得受罚 张环实在看不下去了 于是快速走上前拦住了他们 义正言辞地说 你们这样强强名女 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 有什么事跟我说 不要难为这位姑娘 土匪见张环挡住了去路 因此恶狠狠地对她说 你是哪里冒出来管闲事的穷小子呀 你想帮她 可以 她爹欠我们山寨五十两银子 你要是能替她还上 我们就放了她 张环二话没说 便从身上掏出了银子 交给土匪说 这是五十两银子 你们全拿去吧 以后再也不要找他们麻烦了 然后呢 她就把那位姑娘给送回家去了 这几个土匪在回山寨后 马上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寨主 土匪头儿听说张环的事情后 很试惊养她 因而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去找张环 想请她来山寨做事 其中一人毕恭毕敬地对张环说 我们寨主很敬仰先生的为人 想请您去山寨里做事 请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但是张环说什么也不肯跟他们回去 土匪们没有办法 就只好强行把张环带回了山寨 到了山寨以后 张环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 而是大大方方地坐在椅子上 然后理直气壮地对土匪头子说 你们还是改些归正吧 不要再做强盗了 否则你们一辈子都只能过躲躲藏藏 提心吊胆的生活 听了张环的话后 土匪头子非常生气 马上命令手下人把张环拖了出去 并且大声说道 给我用力地打 打到他开口求饶为止 于是张环立马就被拖了出去 他不甘地挣扎着 叫骂着 好几次都把口水吐到了那群土匪的脸上 这时土匪头子下令 暂时放开张环 接着又看着张环一字一句地说 只要你现在肯给我磕头认错 我就饶你不死 然而张环哼了一声 鄙夷地回道 让我向你求饶 别做梦了 土匪头子顿时恼羞成怒 大声地吩咐手下人说 把他拉出去砍了 张环就这样被土匪们杀害了 后来不知怎么的 他的事情就在民间传开了 人们纷纷称赞张环是一个刚正不恶 宁死不屈的好汉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你们知道最后结果了吗 张环一开始就拒绝了土匪 结果被强行带到了山寨 之后 无论土匪怎么劝说 怎么威逼恐吓 张环都没有答应他们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张环是一个正义的人 不愿意和土匪通流合污 所以最后 土匪恼羞成怒 把张环给杀害了 由此可见 张环是一个多么刚正不恶 针针铁骨的意识呀 小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很佩服张环的英雄气概呢 不错 他的凛然正义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他最后成就了自己的大意 并被人们所传送 但也因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小朋友们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精神 虽然值得我们学习 但同时 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很重要 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遇到了不公平的事情 要多动脑筋 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你们说 对不对呀 往直至十年 小朋友们 教重imientos 算 ky blindfold 呼吸 救命